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户就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有机器做就好了 但是他说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啊 因为我从小一直对机械都比较感兴趣 喜欢脏晕一下这些东西的 这里自动下降的 然后他到这个烤板上他自动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他这里自动盖下来 这里然后自动卷起来 就是不用手工再去搓 懒大人很容易烫到火 没想到就是说拿去弹剪厂去试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好像对这个机器挺关注一样 刚开始他拿第一个机器来 我也一直在关注 毕竟如果说这个机器做好了 我们也不用手工做了嘛 算了刚开始还行 但是后来都转不好 反正最终于失败高中 它是老是将上面 它要将在上面 这边神啊 你看看这边宽的怎么多 这边怎么小 你看看你这个机器 浪费怎么多 有这些不熟 有这些小的交纱 老哥 能不能借点钱先来缓解一下 你们是一直做得挺好的吗 要借什么钱呢 最近我们研发一个弹剪机 现在缺点钱周转一下 整天都玩这些东西 不要烂投资 我们上次去食品场 没有成功 然后我看到里面有个女孩子 还挺支持我们机器的 哦 原来是看上人家小姑娘了 行吧 先借别的你 早点玩一个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板 换成是两公分厚的铸铁板了 不会变形了 我们也装了一个机械手 能够自动把那个弹剪夹出来 之前那个下料太薄了嘛 现在我们要下两次 等于是跟手工的来说的话 就是卷了两次了 你之前要漂亮多了吧 老张 味道好 好像还差了一点点嘛 哪里差呢 这样子可以了呀 还是跟我们手工的差了一点点 我说怎么又不行了呢 我说他的机器不可靠 人应该也不可靠吧 你看看你整的是什么东西 花这么多钱 叫你不要乱总 别人看了一眼就走了 花那么多钱打水票了 你看看这做的什么东西呢 我没想到第二代机器也还是失败 想着的话一定得把这个事干成 如果不做出来 这么的那个付出也泡汤了 然后可能那个女孩也不会再关注了 你看我们已经加了六次卷杆了 它现在够冷下了 不会说夹出来这里夹扁啊弯的啊 现在你看都很漂亮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板 我们也改了那个倾斜了 这边我们把它调高了 这边我们把它调低了 然后那弹捡越紧越厚的话 也不会压坏这个弹捡的 这个效果就达到那个手工弹捡的效果 真的还比它还好 我们把它一个单边做 我们改成了双边做 每个是两台机 兄弟们大家好啊 今天又见面了 我是袁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发明项目 这个发明项目呢 是一款比较便宜的保健按摩鞋 你看啊 每个人的脚底都有很多的穴位 按足底是很有好处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发明人呢 不仅在这个脚的上面 安排了这种点击穴位的点 特别是这三个点啊 轴部凹下去的时候呢 它能够按摩到这个穴位 起到这个保健的功能 据发明人说啊 还有我们的记者体验了一下 就是好像这个脚底这样子 按摩一下 对这个肾有一定的好处 特别是男士啊 谁用谁知道 但是呢 我认为啊 它可能主要起到的 就是一个虚精活血 管解疲劳的作用 可能呢 按一按也有一定的好处 发明人呢 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这种农村的 没什么钱的 这个发明人 发明这个东西呢 很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给他做一个小广告 鼓励他这种创新精神 如果呢 你对这个鞋和对这个发明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发明民官网去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的专利产品啊 今天投票的呢 你就点击了解更多 哎就可以了 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子 high hig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